請說回大陸的經濟 我們看到劉強東最近就說想轉錢出去 結果轉不到之外還被發了三千萬 其實富豪要轉錢出去一億多 為什麼要被發錢 其實這是什麼現象呢 劉強東那間公司最少值三百億的 只是計他的部分 最少有三百億的身家 如果他真的拿錢出去 他不會那麼傻 就這樣說 讓你看到他轉錢出去 他明知道你盯著他 最近連政協的位置都沒有了 這個是屬於馬垮來的 就是用來護身的 用來在政治上保護自己 連這一件衣服都被人脫 人家就開刀了 所以跟手就立即說這件事 轉錢有事 即是說已經可以拘捕他了 不過現在罰錢而已 你現在都不知道他有沒有出來見人 沒有 或者已經是托了 這個我們不知道 因為在大陸來講 你是沒有辦法知道那個人 究竟他是不是繼續在上班 或者不是上班的 如果在這個狀態下你就會看到 馬雲被退休 阿里巴巴 接著最近這半年 馬化騰辭職 那些開始在騰訊辭職 接著那個百度 百度 然後再之前 其他實業公司的萬達 接著那個萬科叫救命 然後呢 接著海豪出事 接著吳小暉那個安邦出事 安邦保持 即是說這些全部國企 大國企 或者你們叫做大民企 或者隱形的假民企都好 都是全部被黨收歸 為什麼 窮 窮到要這樣 那你不聽說那些有機會做他那些 就做他世界了 你比如說劉強東可能有很多東西 黑材料 人家就做他世界了 做他世界你就更加要把公司交出來 控制他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用來打貿易戰嘛 中美貿易戰令到國家沒有了錢嘛 沒有了錢 那你國庫空虛那你怎麼樣呢 唯有哪間公司在賺大錢的 就拿回那些公司來炸葬 還有這些富豪呢 其實都是白嫂徒來的 你可以這樣揣測他 因為呢 他的成功 是一定要當年他起步的時候 然後有很多很多官場裏面的大人物支撐他 如果不是 怎麼會全世界只有一間 14億人口 只有你一個百度組 或者只有你一個阿里巴巴組 那我就按住其他人嘛 這個勢力是值錢的嘛 這個勢力要多少錢呢 起碼你要分51%的股權給他們啦 是不是 就是這樣而已 是啊 所以這些就是現在就看到 所以為什麼說是做大陸富豪呢 其實上了那個富豪 富豪資榜呢 就很危險的了 那看回歷史呢 很多就已經在監獄裡面了 就是現在換得很快 不知道我們香港四大地產富豪還是好好的 幾十年都在 暫時都是 那什麼意思呀 就是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又會呢 走了那個國內的制度 你君不見 我們的新鴻基地產現在駐入了那個黨委嗎 是不是 那個黨委呢 加入了他們的董事局 然後呢 教他們怎樣叫做政治正確呢 那其他的呢 慢慢的有那個組織那個黨支部 那從黨支部 然後慢慢的去 每一間公司裡面呢 建了那個基石 那來影響你那個公司的文化 那你不知道的 那他在看什麼呢 慢者就是28年之後 快者可能是10年之後 那我們現在香港人爭取的就是 你不要這麼快呀 你一定要給我這代人有充足時間去適應呀 如果你是要這樣呢 你違規了世界那個普世價值 和我們環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的準則 嗯 教授你呢 就很熟悉那些經濟行業 也都很了解這些富豪的生態 其實現在反送中打了半年了 那他們現在到底怎麼想的 他們現在是想著還是 就是和黨效忠呢 還是現在站在我們香港人這一邊呢 那香港人是很flexible的嘛 就是靈活變通 不過呢 變通得最厲害的那個 就是7年前已經變通的李嘉誠先生 那現在你未變通的 你就追他 追著李嘉誠先生這樣變通 那自然一定是 將那些 我們叫做將那些 將那些蛋放在不同的攬裏面 那這個是必然發生的了 不過在同一時間呢 將那些蛋如果你分開 放在不同的攬裏面 那誰來接手呢 香港的蛋 那就由香港那些 由內地的企業來接手了 那就是經濟來說呢 是不會突然間斷顏色的 但是你會慢慢的陰光你 就是呢 整套管理文化不同的 那證實了呢 就是向重宗告訴你聽 那句說話就是呢 黨對民企有需要的時候呢 就是無可奈何的 那些民企 好了 黨如果呢 要消滅你的民企的時候呢 就是呢 它叫做 叫做 理想主義的 那所以呢 所有黨呢 都會懂得去這樣操作 那現在 在現在我們香港人來講呢 我們唯一一件事呢 就是 我們要祈求 整個運動呢 能夠帶出一個 新的面孔出來 讓它認識了 認識了 踢世界球是怎麼踢的 就是不是個個都要踢中超的 香港就沒有這個中超這個場地 去對它踢的 全部一切踢就踢世界區的 但是經濟呢 其實現在經濟是差了嘛 但是香港這個經濟又是一個 就是外向人的經濟 就是很多都是跟中國 和全球的國勢是密切相關的 那你有些提示 在這個時候 怎麼樣是可以生存下去 我看呢 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呢 它會 最後都會簽 但是未必在12月15號簽 那如果12月15號簽不到呢 它就拖 其實12月15號簽不到的 它的可能性有多大 那他簽不到 那Trump可以自己下台的 就是你中國人過年 那我多給兩個月來 就好像去年 阿根廷會議之後 我就給你三個月的休戰時間 那我暫時不收你 tariff 都可以的 但是第二個option就是 我要收你 直到你快和我簽為止 就是逼你快點簽又可以的 是啊 是 現在就說如果簽不到的話 就是要加稅嘛 加稅不是加你的懲罰費而已嘛 因為我知道你想拖我嘛 你拖到我呢 我的限期是一月底 就是新年一月底 因為呢 一月底如果你不跟我簽呢 我就宣佈不跟你簽 就立刻投入那個競選活動 那我才可以把那個全闊精力 可以放進美國 那個競選活動裡嘛 那到時回來 我贏呢 你就死了 是不是 我輸呢 你就說你拖贏了 就是這樣嘛 所以不難搞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說你再投入的投資就會有限了 就是香港的經濟呢 因為要等這個拖的時間呢 那些人呢 再投資的機會呢 就少了 那這個就變成了我們叫做 很隱瞞了 就是投資環境很隱瞞 那情願你一天就 一天就不玩 一天就玩 那因為投資市場最怕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英文叫unown 就是不知怎麽算好 那如果不知怎麽算好 究竟我想怎麽呢 那是吧 但是如果你知道怎麽算好 就是你不簽 那我就要是撤資 那所有的市場呢 就會一夜之間調整 調整呢 越快就越好 因為你可以呢 譬如你說樓市跌30% 那立即有人會在那30% 那樓底 那我們這些做經紀的做顧問的 就可以做到 是啊 所以就是不明朗因素 就是最危險 最危險 那說回呢 其實現在大灣區 還有沒有發展的前途呢 你知道現在人權法通過了之後 大灣區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創科的角色 那現在是要限制它 通過香港就進入大陸 那人權法通過 一向我們這22年呢 那些高科技賣來香港呢 它都有辦法 在那些如果是軍用的 或者是不讓你轉秀 進入內地的 它有些GPS跟著那些機器的 所以它監管得很好的 那如果通過了之後 它更加有膽賣給你 因為短時間裏面 你不會倒退 那才繼續發展那個高科技的產業 在香港來講呢 和深圳的結合是會有用的 那至於你剛才說的那個 9加2的大灣區呢 其實不是有為我們的 其實是說 只不過是有為了其他9加2 因為我們融合了之後 整個9加2的大灣區 就好像 類似好像英國這個國家 那樣的人口 那就是人口 人口由700萬變成6800萬 然後在這個大灣區裡面 就是說 你會不會擴充呢 將香港那些好東西 擴散到別人 如果是的話才有用 如果你說 將9加2的那些東西 擴散你 那些不好的東西 擴散你香港 那就沒有用了 所以這個理論上 都是不成功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看 不知道呢 就因為 你不知道中央想的事情 和執行的事情 中央一定想 互相去互補 互相是會做大做強 但是你下來執行的官員 不是這樣想的 那你下來執行的官員 不能夠落實他們的良好願望 那你只得了一件事 就是走回頭路 就是學了他們的壞習慣 那時候 你自動會過來的了 就是盡量和他們分離 OK 那教授最後就歸身一下你了 你知道現在 大學被公約了之後 很多大學都停學了 現在連一些教育經費都說要減 那大學怎麼生存 你不是先聽著他講嗎 他說減而已 你怎麼受影響 很多大學 現在的校長都說我做一屆不做 我不知道有沒有受影響 不過你減了他 那就是 將減的那些經費 減少一些內地生下來 你加了一些經費 我不是招考多一些內地生 如果你不想訓練一些內地生 去接受更多西方的教育 那你加了一些經費 我就在那裏遵截了 嗯 所以現在就多空閒一點 是的 沒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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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